就是这一款化痰药 今日爆红民众排队抢购 因为胸腔科医师苏一峰 在脸书上提及 西班牙研究化痰药NAC 可能可以减少四成的死亡率 让NAC询问度飙高 事隔一天却遭指挥中心打脸 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去证实说 这个药物对于 不管是重症或死亡 是有明确的一个效益 很多医疗人员讲的话 民众都非常的听信 但是如果引起 那个不必要的一些囤积抢购 政治说服药之后反而 引起一些副作用的 NAC能不能降低新冠致死率 罗一军说相关实证基础还不够 请大家别疯抢药物 还提到苏一峰已经致歉 我的道歉不是 不是说我提供的资讯是错 我的道歉是 后续我没有想到民众会疯抢 造成药局大家的困扰 苏一峰回应致歉是没想到 民众对于他分享的资讯过度反应 造成第一线药师的困扰 他强调临床上什么治疗都要等证据齐全 要四到五年以上 但是眼前的病人能等吗 还有人质疑他拿话谈药物厂商的好处 他强调台湾抗病毒药物就是有限 何不参考国外的研究 在台湾目前是很广泛都有这个药 不像抗病毒药要等国外买 现在已经这么流行了 那谁还有空去等证据 之前高端证据都没出来 还比全国都在打 某某医师说 那有些专家说等等说 其实都应该是仅止于在专业的讨论里面来说了 重症民医陈志金也在脸书分享看法 NAC是很常见的话谈药 目前没有很强的证据 证实能够降低四成新冠死亡率 某些人担心而屯药 却抢走了其他人的需求 苏伊丰本来目的是想疏解一线医护人员 面对大家疯抢抗病毒药物的压力 在确诊数天天暴增的情况下 话谈药在药局被抢翻 是他没料想到的 TVBS新闻 最后报道